画面上是市府发言人余志明跟社会处长杨玉昕一起召开记者会说明 将把闲置五年约有380平空间的中正区旧行政大楼改建为社福大楼 提供身杖创新服务 让身杖朋友与市民大众共享丰富的社福资源 我们将会无偿的来提供给我们本地的身心障碍的协会 给他们一个办公的空间还有会议室等等的一个共享的空间 以正常以帮助他们可以进行正常的会晤的运作 还有一些脑力的激荡 我们将会规划富幼亲子功能的这个社区型的这个早疗的据点 以提供这个早疗服务还有亲子游乐设施 那除此之外还有成人游戏的这个疗愈功能的设备 那还有我们也会成立自立生活中心 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呢 我们也会委外请进行招商来成立这个手语餐厅 我们也会要求业者呢可以并也可以雇用我们就是本地的这个厅障的这些朋友来担任我们的手语餐厅的员工 那这当中呢我们会有两个楼层我们希望可以是餐饮的方式来进行 因为吃东西啊来到基隆一定要吃东西那我们如何提供高品质有特色 而且呢是促进生障就业然后又有创新植种的这样的服务内容在里面 让不管是在地我们基隆朋友或者是我们跨县市的朋友来到我们基隆 很重要的这个社福大楼的生障基地是我们基隆的文化名片 你来基隆吃喝完了你一定也要来我们的社福生障基地呢 共融一下融合一下体验一下生命的意义还有爱的无限可能 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餐厅的推出以及下面一到五楼的各种的创新服务 好来让大家市民们还有所有的友人们来到这边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都可以跟我们的不同跨领域的障碍朋友一起玩耍 这个蓝图规划我们已经筹备了一段时间 那我们也提了追加预算 那现在正在定情会当中会来审查 所以议会通过我们的这个追加预算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在今年的年底来招标 那么预计希望能够在113年的下半年 我们能够有部分的试营运 那到1140年114年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全面的营运这是我们目前的规划 那因此其实时间是蛮紧凑的 那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闲置了五年的空间 我们如何可以尽早的赶快加紧脚步 让这个空间可以重新的修整 然后赶快的启用 那对整个城市的发展 对市民服务都是很好的 社会处处长杨玉鑫说 双北目前都有社福大楼来整合资源 照顾身杖弱势 市府也提出追加预算 希望能打造基隆的社福大楼 促进有爱城市的共荣精神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